因果在疫情夜晚 台南市政府向市政中心为25号开始 在在生涯到英华市政中心一楼来建设立联合采访公众区 而共和国务的功能 让采访民众丹一充选择办理国行的业务 及生计不断流转来回时间 也感觉不必要的接触风险 因果最近担待疫情的变化 台南市政府 英华以及民地市政中心 对四月二十五号期 将更大联合采访公众区 共和市民博物重新的功能 希望在风亦充严 采访公众专属的丸子之下 靠谱公部运作顺利 感觉民众无必要的接触风险 因应目前的疫情变化 台南市政府自明天4月25号开始 将成立 将扩大联合洽工区 它的服务功能 就是说让很多从单一服务窗口的民众 能够得到全程的服务 那有很多受爱的 可以对外受益的单位 就集中在联合服务中心 避免民众不必要的接触 跑来跑去 那秉持着市长防疫重演 洽工重塑的精神 那在这方面 我们就是说除了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大门进出 都有戴口罩 戴口罩 还有量体温 还有一些那个 十联制 双重十联制的登记以外 只为了依应那个目前疫情的变化 那我们扩大了这个服务功能 也就是希望说避免民众不必要的接触 另外将对市民策说 要怕尚几座的工商定期业务 也在英华一楼当做天 由金发局失利丹一通靠学部整台 平常有对外开设那个服务民众的窗口 像劳工局 社会局 教育局 还有一些等等其他的 像金发局 金发局它一些工商人籍 还有那个公务局它的一些建造 使造的申请等等 这些业务都有 可以从民众从单一的区域 获得全程的服务 就不用让他楼上跑来跑去 接受到不必要的一些接触 这样子降低这个 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 也让民众获得一个很方便顺利的 一个办公厕工的环境